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军火器人线线》想谈的题目都是很更新的 斯洛佛克的总理 丹佑座被暗杀 未死 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也是严重受伤 关于事情的背景 有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 我们在去年他当选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文章分析 外奸叫他做所谓极右的政客 但他又不是本来那么右 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政客 打滚了很久 以前也做过总理 但现在的立场相对就好像匈牙利的欧尔班 很多人会担心他是否会像匈牙利的成为俄罗斯的特务伊木马 因为他的政见都差不多是那一类的 也主张不要再缓走乌克兰 也说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和俄罗斯相对关系 有关这个人的背景和政策的方向 我们去年也提过 所以我们先不再重复 反而想和Larry Charles谈谈的是 这个年代还有政治暗散 这件事都挺震惊的 他毕竟也是一个文选出来的总理 他一定就有一大堆保镖 现在捉到那个疑空 是一个71岁的私人 自己戴着枪就可以射到他重伤 如果射歪一点 可能真的已经过身了 其实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 究竟如何去防范这种对国家领袖的暗杀行动呢 之前我们印象比较深的 自然就是日本安倍晋三的暗杀案 他就不幸就过身了 虽然那时候他已经不是正式的台上的人物 已经是下来了 但是他的影响力是比很多现任的国家领袖更加大 所以我们今次就是想说一下这个技术的问题 为何去防止政治暗杀案呢 Simon好 大家好 说起今次斯洛伐克总理这个案件 我想每一次这些政治领袖被暗杀 就是说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我们也有些Case Studies去看 就是整件事 第一 为什么会发生到这件事呢 我们要想 主要有几方面的情况会导致 包括第一个就是保安安排 如果有任何重要的 政要的人物 当然也要想 其实他有几键 几主要 以及他现在究竟是现任还是退任的呢 例如安倍晋三 一个Case 尴尬的地方就是 安倍晋三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定是很重要的人 但问题就是 他是一个退任的人 变成你未必可以利用到国家资源去做保安工作 你说用到私人保标公司 当然我们不敢说私人保标公司的实力会比较差 但是当然良有不齐 所以这方面 也可能没有枪械本身在 装备会比较差 警觉性 训练等等 始终跟国家级训练有点不同 所以安倍晋三那一次 保标也被批评 可能在视线上跟不上 训练很明显 训练心态等等 也有不足 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他本身的安全程度 级别做到多高 另一个问题 当然跟空手那边的情况有关 可能他本身得到武器的程度有多容易 有些国家他的枪械管制比较严格 有些就不是 空手自己本身的训练 例如他本身如何去策划这个案件 他如何做到一个埋伸的动作 然后可以用到一个训练有数的方式 然后用最有效的方式去刺杀他的目标 这又是一个训练 所以其实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当然当地他们的安保 除了保镖之外 政府的安排 群众之间的距离等等 当然他们还有很多 可能牵牵涉到恐怖主义 外国的干预等等 很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就会在暗杀案内看到分野在哪里 今次我们说到斯洛伐克这个总理 刚刚西文又说到 如果你做空手的背景调查 他本身是斯洛伐克人 他应该跟政治背景的问题 所以可能政业不同地产生了动机 但问题也要想到 就是斯洛伐克首先他们的国家安全 就是总理应一定去最高级别 都仍然阻止不了这件事 是否保安有一个漏洞呢? 第二个就是现场环境 是否都会促使到他 可能有时安全上保安就是想这样做 但总理可能就不理 跟人民特意预先超出了安排的距离 十分近,又握手又等等 超出了安排 而那个空手他在斯洛伐克的枪械安排上面 他是不是又很容易拿到 或者黑市那里又很容易拿到枪械呢?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相信 暂时 即是外奸就没办法得知 但你说政治暗杀这件事情 曾经在冷战时间比较盛行 你说去到现今的社会 第一就是要透过暗杀的情况 去将对方的政要赶下台 这件事情 你说野蛮行为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现代比较少的原因 就不是因为安全做得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多了很多手段 可以令到这些政治领袖 真的去step down 不用透过这么血腥的暗杀行为 可能是透过收买他们的政客 甚至乎去组织一些政府倒台的行动 很简单 我们说 比如说保加利亚前总理 曾经有一位总理 在乌克兰开战的初期 非常支持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当时有派到装甲车 或者一些榴弹炮 当时是支持乌克兰的 那位财相和那位总理都很支持 但很快就被亲俄的政客 和当时的执政党推翻了 当地人都说这些是政变 但推翻了总理 其实你就不用将暗杀 所以现在就算要俄罗斯人去策划这些东西 他们会做得相对比较文明 让你没有影捉 或者没有鬼迹去捉 所以好像Simon所说 你说真是现代要玩到搞暗杀 其实反而未必是政府 或者好像以前大家经常说 是国家级的阴谋 可能CIA的阴谋 例如当年 不知道谁去刺杀金乃迪总统 是否要动用到国家级的力量 现在反而更多 就好像安倍晋三这种 是想不到的 即是孤狼式的策划 孤狼式的策划 因为你未去到组织的级别 其实他们动员到的资源不多 反而就引起不到当局的警号 因为他看不到有什么大规模的动员 甚至看到有任何不寻常的物料 例如组织炸弹等等的东西会出现 他真的没有任何讯号 可以看到 孤狼式的很简单 一个人有一枝枪 甚至弄一个炸弹背心 炸弹 即场就去做这件事 因为他一个人 他的自由浮动性很高 目标也没有那么容易攻击到 他本身又不是高危人物 其实这些才反而造成最危险的一个目标 因为你一定是往往 我们叫做negligible 你没有办法去处置他出来 没有人在事前知道 这位72岁的私人作家是谁 其实大家都 不是事后 根本就是一个nobody 没有人认识他 所以在这么尴尬的情况 但是在现代主义里面 你看到这些事件 发生的机率又会提升 所以其实政客要保障他们的安全 其实现在的情况 虽然这些案件发生机会少 但是一发生 其实要预防是挺困难的事 对 看今次的疑空 当然我想要确定 发生了什么事 还要很久去查 但起码表面上看来 他就是一个 虽然是私人 但也是任职保安公司 所以就有枪 而他的政治立场 就是支持开极有组织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 这位总理虽然当选的时候 被外奸说他是极右 但其实相对他不是真的 那么有 因为他以前打滚了一大轮 打滚了那么久 就很难 而这位空手以空 他所支持的 就是所谓的极右政党 也有差不多的言论 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无论什么政治立场 我们也是问回那个问题 如果一个普通 一个叫做开安装的人 自己有把枪 就可以搞定一个国家领袖 那其实是否反映了 有根本的漏洞 起码被弹衣也有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protocol 见人的时候 要有什么安全网 是不是现在这一套 还有明显的漏洞 我们可以分析 我想如果你说 西方民主式那种 无论是总理 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不是很多时 都要做一些公开场合的演说 例如上次安博晋三的情况 就是这样 他要在一个繁华街道 十字路口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无遮无掩 甚至乎任何人 都可以走过的地方 他做任何的安检工作 都非常困难 因为第一 你是无法筛选到 在现场的人 例如大家如果做个活动 很清楚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 室内搞的活动 总之 你这个活动 你是要限制到 有谁可以进来 人数是多少 然后你去拆华 你那个安保的工作 然后当中 因为你已经知道 入面出席的人的身份 背景检查 即是你已经 screen check过 其实他们后面的什么人 有什么政治背景动机 所有的东西 风险级别全部都算数 但是如果在公开场合 例如今次 今次大家很明显看到 是一个室外的情况 又是一个 文宅 住宅区附近 基本上你看到道路 等等 当时也有很多 无论支持者 反对者也好 其实安保工作最困难 第一个就是在一个这么开放的地方 你太多不明朗的因素 天气可以是一个 另外能见度可以一个 然后你看到民众这样穿插的时间 你就算贴身保护着政要 对方埋身来开场 因为你没办法辨识到谁 其实那个安检的困难度也很高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保安例 例如我们看回斯洛伐克的枪械管制 只能说他又不是很严 又不是很松 例如说 他是不是好像说我们是香港 老实 正常人真的没办法辞 就是拥有枪械 甚至严格的管制是去到 你那支气枪 过了一点朝二都已经是 当是一个危险的管有品 基本上你持有气枪 你也要很小心 何况你持有枝震枪 你说任何的 香港可以有枪械 可能就是那些护卫公司 当时在执行护卫的时候 他有一支枪 但是也是受到严格管制 就是保安局那边有牌 所以你说私人员有枪 基本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 都是执法人员才有 这些就叫做紧 但是去到欧洲国家 其实大家也很熟 欧洲国家例如瑞士 枪械管制一定是很松 当地他们的枪械 基本上都鼓励人人持枪 但是他们和美国不同 就是他们要训练 经常性都要训练 如何去用枪 安全意识很高 全民拥有枪械 但是他们的意识很高 反而就很少这些枪击案 另外施勒佛克就是打猎 或者你真的证明到你有需要 保安可以右枪 但是又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事实上 你有criminal record那些 那些一定不行的 所以就变成是身家清白的人 如果有工作需要 就像今次这位 这位也是前保安 就有机会右枪 当然也未知他的枪 究竟是他工作需要的枪 还是他的枪是他黑市 拿回来的 我也未证明到他用哪支枪 弹药等等 他本身受过训练的安排 会不会有背后有人去拆反他 去做这件事 还是纯粹只是这样 很多后面的阴谋论等等 所以你说 可不可能由一个这些人 去触发到这些事 其实要看很多位 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危险 就是现在政客做公开活动 就真的很危险了 如果在一个场所里面 例如说 就职演说 如果就职演说 安排在室内做 安全系数就高很多 但是你要室内做 即是我们假设 即是在2024年的 美国总统选举完之后 去到2025年 1月20多日 然后在星期二 美国新的总统就要当选 你说拜登特罗布也好 其实他虽然也是一个户外的环境 但是白宫 毕竟邀请入去的嘉宾 他附近 空域里面 即是管制 即是无人机进不去 然后有很多的追击手 在附近 一路去查 虽然户外 但都安全很多 因为他也是一个受管制的区域 所以如果你说去比较 其实做安保 是真的有很多外在的环境因素 是会影响到 他最后的保护政客的质素 所以 反过来一个factor 现在的政客也要想 就不是说你光明正大 就没人杀你 这也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有一个政治利益 始终你就会有被政治追击的风险 无论你的作风 保守 或者你是积极都好 你都要想安全问题 也都背后你的party的利益 所以 他就要衡量了 出席任何公开场合的时间 他们的保安团队的质素 给到他的风险系数有多高 他出席和不出席 中间的考虑 他们的安保团队 给到什么建议 我觉得其实现在 很多政客真的要想 不只是说 他们去到受欢迎程度有多高 可以炒热到多大的问题 这个都要想 但是安保 如果从这些事件开始看到 就没得不考虑了 刚才你的说法 其实去到美国大选 因为美国很多人持枪 持枪本身就是一个 恒常的选举议题 而今届选举极度有争议 两方面都是很不妥的对方 某个程度上 这些风险都不小 就说回这次这个案子 斯洛弗克这位移空 他就 据公开资讯 他曾经出席过 亲俄准军事组组织的活动 与俄罗斯波托车帮会有联系 其实我们以前也有介绍过 这些俄罗斯移植帮组织和普京的关系 我们可以翻爬旧闻 有兴趣的朋友 但是我主要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不是一个 叫保安公司 或是私人保安 他就可以突破很多限制 可以合法有枪械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在国际社会 有没有任何规范 或者是私人保安公司 有什么入场的门槛 而so happened 我们也知道近平时 有一宗奇案 英国发生 有一些和香港有关的 疑似私人保安公司 做了一些奇怪的行为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vetting 好像人都可以开 当然实际上不是人都可以开 我们大概都知道他有什么门槛 但我们就是想知道 国际社会 有没有一种基本的共识 什么人才可以做这一行 而他们有没有任何的ethical 认识 还是总之外有基本的技能就可以走得 我想Simon也给了一个基准 就是说 首先 你开这些公司 你也是跟回当地的法律 变成在A国家 B国家 C国家 可能是同一个人 你也不是代表 你在这三个国家 都一定得到牌 所以你也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第一个就是一定是nation wise 整件事是以国家的层面去看事情 很难说超越国家 就用一个规则就可以在不同国家都开到这些保安公司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开保安公司 当然有个安全系数 所以都要知道这个持牌人 起码我们先说持牌人 即是他的背景的审查 即是他究竟是来自外国的组织 本地人去开的 他是跨国公司 他本身的记录是否良好 他们有没有出过事 究竟他们的信誉去到哪里 所以你说是否新手进入来 就能够做到 就真的不是 所以行头就窄了 例如第一 尤其是你去到外国 去开一间公司 你又不是本地的注册 本地人 一定是困难很多的 即是你说我们是跨国 很著名 有谁做担保 等等等等 所以你说要开一间 外地人来 Local 开是困难的 但你说Local 人 自己在分析的国家 当然会有很多 但当然做回 其实也是那句 不熟不做 尤其是做一些 我们说的风险那么高 以及专业性那么高的行业 以及枪下 亦是很受管制 变成政府管制那么严 都是自己人 什么叫俗称呢 即是你做开 保安行业相关的东西 即是你自己做过保标 你做过执法人员 可能是警务处 或是特种部队 或是军队服务 或是跟政府高官 之前打过交道 或是军货供应商 或是有些人 总之你要有一个渠道 去做这件事 很多国家都应该是这样 比如说品价审查 这些就必定 所以大家都是大同小异的事情 不会相差很远的事情 所以你说turn out 就是这次72岁这位 问题就是 他在保安公司里面做 但是保安公司 首先他自己本身 会不会对他的员工进来很严格的 品格审查、背景审查 然后让他进入这间公司 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以前就职的那间保安公司 如何做这件事了 会不会怀疑他是来自俄罗斯 有背景的人士 所以来到斯洛伐克 或者他本身是斯洛伐克人 但是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可不可以给他 还拿到牌子做保安 那一刻可能未必有那么大 concern 所以大家就想到这件事 就比较大的 concern 反而就是 受过保安 或者是枪支训练的人 或者甚至乎是 本身对枪械很熟悉 或者他对他组织的安全 或者他组织这些有机会 可以做到组织到一些暗杀 或者是一些有组织的 一些的磁械 枪械 一些的案件 那些背景人士 是不是都需要进入到 他们的情报局里面的观察名单里面 又或者国家的恐怖主义 他们本身去监察的对象 有没有机会出现了一个漏洞 因为其实这位72岁的人士 他有出席过一些反政府的活动 究竟在政府里面的情报网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人的观察名单 又或者刚刚Simon也说到 如果跟亲俄的party是有联系 政府对他这个人的背景的掌握程度有多高 或者他本身的风险 他们经过当局的评估有多高 我相信这个人 你说在政府档案里面 是完全没有他的档案 我相信就不会的 他也算是比较active 会出席 这些活动 会被人标准到他 但是他可能的风险的级别不高 有可能的 未必说进入一个要closely monitor的名单 所以其实去到尾也是那句 他是不是受过安保训练 是不是受过什么呢 其实他们国家一直都有很多这些人算 反而就是那个情报的工作 就是说究竟这个人 在整个暗杀行动里面 如果他真的有一个必然性出现 甚至乎他后面是有一些指使的 可能是外国的势力 牵涉到今次事件上 其实整件事最大的漏洞 反而不是纯粹安保 就是国家的情报 安全级别的情报 是不是都有漏洞 这个就比较大 但是如果纯粹孤狼事件 这些就真的有点是防不生防 所以整件事我们还未清楚 所以当局调查之后 如何定性案件 然后就要如何堵塞流动 这个就要看回真实情况 如何 因为现在我想当地也有一段时间去查 如果这个公首他真的觉得 现任这个总理也是不够有的 他再有点 所以因此而不满 逻辑上是否热通 大家 每人都可以自行判断 但听起来就有点恶 现在这个至少国际社会 都会觉得他叫做好有的 已经相当地很亲吼的 当然了 政府当然会选择去主要的反对派 无论是否真的有证据都好 即是政治主要就是这样打的 真相是怎样呢 就我们不揣测 等他们再去查 但是我们最后想 都说回少少宏观的形势 一个好像斯洛伐克那样的小国 其实在欧盟里面都是重要的 正如匈牙利 一个这样的小国 都可以经常玩这个一票否决 成为了俄罗斯 或者中国里面的特洛伊木马 就是埋伏在欧盟那里的 一个摆明的盟友 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 领导权是什么的立场 都很影响整个欧盟的运作 在未来 Larry你会觉得 这些小国如果是这么容易 就可以swing来swing去 无论是否叫政治暗杀 还是一些变天 都可以整个欧盟被他们 这样以小薄大地影响 会不会都缩影了 未来这一类的case 都可能会越来越多呢 这个case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趋势 你看到由今次 斯洛伐克这个重力 好了 下一次可能会是哪个呢 其实已经没有人猜到 第一个就是 会不会是 国家本身的民主状况 不是那么稳定 有人都贵旧的 就说斯洛伐克自从共产党倒台之后 其实整个民主过渡 不是做得特别好 就算我们说今次 这位斯洛伐克还来 以前又做过共产党 又做过这一样 做过那一样 就像Simon所说 他都是变色龙 基本上他什么都做过 转来转去 左右 基本上都是看政治形势去转去 所以你看到 就算你的立场很多变 甚至乎你说你做到很激 或者不激 其实都没关系 即是如果你说 本身的政治形态 现在在欧洲里面 他如果那些人一不满意 他自己就出来去攻击 而今次的事件 真的不行 其实你是续得到的 你是会鼓励到更加多 类似今次这位暗杀行动的人士 那种的人 其实你只要有少少的背景 你又得到枪械的途径 再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 其实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 大家看到 科佩晋三个case 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 就能够做到这件事 自制枪械都够胆的 即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你把欧洲任何小国 其实Simon也导出一个点 就是 现在欧盟的位置 你这么多个国家里面 理论上一视同仁 当然就是某程度上 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人是最大的 但是 你每一国家都有个投票权的时间 而有些国家也是真的可以新加盟 甚至乎 他可能不知道会不会一个国家 再分裂成两个三个四个 但是欧盟都一样是这么看的 所以 这些投机分子 其实他在里面 他可以搞局的机会更大 所以又真的鼓励了 他们对一些自己不满的人 去把他除去 这些血腥事件 其实如果看上去 无可避免的趋势 因为由零 即是现在趋势向无限大 那个形势上 就一定会不停地增加 这个是必定的 但是另一个方法就是 其实每一个国家 他们都要想 就是面对这些孤狼式也好 面对着由外国策划 即是外国势力介入 即大家都清楚 我们国家都是很看的 那其实中间 怎样取得平衡呢 即是 你最后严格到 妨碍了整个政治活动 最后你说 那不如不要搞 例如说 全部演讲都要室内做 任何政治领袖 例如说 任何阵灾 或者可能 我们说公开的一些发表 全部都不做 一做 就要室内 甚至只要 一稍稍觉得 有安全活动危险 就cancel 但是这样 又失去了 我们说民主 政治 很多时候 领袖表演的机会 有些政治领袖 也可能会 有些政治领袖 可能会 所以我们的观察 都是挺两难的选择 但是一定会对一些 尤其是小国 他们的安保资源 他们的情报工作 没有做得那么好 就有很大的压力 你说相对大国 例如法国 德国 意大利 甚至乎 英美其他国家 他们的资源相对好 例如说 第一 他们的情报可能是共享的 他们会收到其他国家的情报互响 或者可能是 他们国家自己的情报局里面 做的事情会做得比较足 这些情况 他们就相对会无谓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 针对未来的小国的风险 会特别大 例如 亲俄的 反俄的 那些国家 越是极端 他们发生的机率越高 我们举例 究竟下一个预测的情况 会不会出现 波罗的海三小国 会不会出现 波兰 或者会不会出现 现在很激烈的捷克那位总统 他言论都出位 也包括 帮乌克兰囚集那么多的弹药 会不会有些反对派人士 当他眼中钉 或者亲俄的外国势力人士 去策划 把他除去呢 会不会这样做呢 当然我们也是估计 估计就很容易登录 但是 都是一个参考给大家 就是说 如果一些小国 他本身的政治领袖 他的立场也非常偏左 或者偏右 在这些事件上 我们看到 他们预测的方向会提升 如果国家的安全级别 又不能够遮掩 即是不可以各方面面都包围到 根据Murphy's Law 梅非定律 会出现的 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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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会有些令人担心 是 在下一次的事件 Touchwood真的发生 不幸的 如果又有 我们又再跟Larry 谈一下 我们今次所提到的 precaution 或者warning 是否真的会存在 我们今次 就先谈到这里 下次 如果我们看到一些 关于斯洛伐克最新的发展 有什么新的资讯 即是破获真正的真空 或者confirm了 他真是一个人 没有任何后台 我们又可以再谈 今天先谈到这里 谢谢